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也存在一些坏的细菌 比如说 扁桃体保卫着我们的气管和食道 当有太多的坏细菌想要闯入的时候 扁桃体就必须跟它们战斗 这样我们的喉咙就开始疼了 那我们的唾液有什么作用呢 嗯 唾液帮助我们清洁口腔润活 我们的舌头在咀嚼食物的时候 让食物变软更容易消化呢 当嗓子疼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鼠尾草糖果和带有蜂蜜的花草茶 可以帮助我们 但是当你吞咽的时候 感觉到非常疼痛 到嗓子疼已经超过三天 或者呼吸不畅的时候 你就必须得去看医生了 吸气的时候 流动的空气通过我们的鼻子进入肺部 借此我们可以判断 一些东西是香的还是臭的 当然在鼻子里面 也住着很多很多有益的细菌 可是当我们感冒的时候 会从外面进来一些坏细菌 有时候呀 甚至还会闯入一些 难对付的病原体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病毒 在鼻子的最里面 是咽喉扁桃体 它总是非常勇敢地 和那些不好的入侵者战斗 鼻涕也会帮助扁桃体 一起来对抗入侵的坏细菌 它们会用流鼻涕和打喷嚏的方式 来防御入侵的坏细菌 那么鼻涕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鼻涕会清洁我们鼻子里面的污垢 灰尘还有病原微生物 并且保持鼻子内部的湿润和清洁呢 那么我们很多小朋友都会流鼻涕 流鼻涕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在流鼻涕的时候呢 可以使用装有生理盐水的通鼻喷雾器 透明的鼻涕是没有关系的 如果鼻涕是黄色或者是绿色 嗯就要去看医生了 我们的血管里流动着许许多多的血细胞和养分 它们被输送到我们身体需要的地方去 如果我们受伤了 血液对伤口的恢复是很重要的 血管一旦有小孔 坏细菌就会趁虚而入 嗯 它们从小孔挤进来 想要给我们的身体捣蛋 不过呢 有白雪球仔真是太棒了 它们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警察 可以把入侵的坏家伙赶走 可是有时候 它们也会打不赢坏蛋 这时候 医生就会开出一种 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恢复的药 那就是抗生素 当我们伤口流血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首先把一块干净的布压在伤口上 直到不再出血为止 如果伤口周围红肿或者是化浓 那就要赶紧去看医生呢 那我们的伤口是怎么愈合的呢 流出的血和伤口渗出液 会把脏东西和病原体 从伤口里面冲出来 血小板和纤维蛋白 在伤口愈合的时候 起到修复的作用 我们的胸腔里面布满了细小的肺泡 吸气的时候 肺泡吸入新鲜的空气 呼气的时候 它们排出废气 呼吸道里的鲜毛 负责让肺部保持清洁 但是有时候 呼吸会把坏的细菌和病毒带入肺部 这时淋巴结就会阻止掉这些入侵者 同时这些讨厌的家伙 就会被粘液粘住 在咳嗽的时候被清除体外 身体在肺部严重感染时 还是需要有效的药物和额外帮助呢 那为什么刺激性咳嗽是有益的呢 刺激性咳嗽会让身体从呼吸道中排出异物 这样一来 呼吸就会畅通无阻了 可是小朋友们会问 我们总是咳嗽 咳嗽的时候怎么办呢 这就需要止咳茶 止咳茶有助于缓解轻微的咳嗽 咳嗽厉害的话 蜂蜜起到缓解的作用 遇到呼吸困难 发烧连续咳嗽三天以上 宝贝们就要去看医生了 这些长长的管子从嘴巴一直通到胃 我们把它叫做食管 食物从食管滑进胃 胃分泌胃液将营养物质分解成 许许多多非常小的颗粒 如果在这时候我们跑或者跳 胃液晃动我们就会打嗝 嗯 有时候会有一些讨厌的病毒 细菌或者是有毒物质和食物一起到达胃部 胃酸就会站出来跟他们大战一场 不过有时候这些入侵者一下子来得太多 就会引起呕吐 我们会把所有吃进去的东西 从嘴巴里面又吐出来 吐过之后我们的胃就舒服了 那营养是怎么被我们消化吸收的呢 胃液和其他的消化液把食物变软 并且分解成极小的营养颗粒 这些营养物质正是身体生长所需要的 呕吐应该怎么办呢 呕吐是一种健康的保护身体的条件反射 因此我们不应该抑制它 不过要注意了 如果你之前磕碰到头或者伴有发烧的症状 就应该去看医生 我们的肠子里面黑漆漆的 看上去很恐怖 食物从胃到达肠子 并且在那继续消化 流动的食物像粥啊汤啊 消化吸收后就会变得越来越干 肠道中的细菌有助于把消化后的肺物变成大便 有时候它们在工作中会受到病原菌的妨碍 当好军群和坏军战斗难分胜负时 身体会以别的方式来提供帮助 比如说腹泻或伴有大量的粘液 加速病原菌排出体外 为什么放屁很重要呢 消化的同时会产生气体 也就是肠子里的气体 为了不让我们的肚子鼓起来 这些气体必须从身体排出去 这些气体必须从身体排出去 可惜有时候屁会很臭哦 呵呵 那么我们拉肚子怎么办呢 用一身茶 一瓶橙汁 一条羹糖 一小勺发酵粉 一小搓盐 做成补充营养的饮料 如果大便带血 或者有发烧的现象 就要去看医生呢 好啦 宝贝们 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喜欢听这个故事 要给格子姐姐点赞哦 想收听更多好听好玩的故事 微信搜索 关注公众号 格子江讲会本 格子陪你一起成长 请不吝点赞哦